大家好,欢迎来到杂学馆,我是Jason 今天我们要说的案件故事当中的主人公 可以称得上是蛇蝎美人当中天花板级的人物 她不仅在两段婚姻当中把两名丈夫折腾得身不如死 更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不惜亲自下手杀伤人命 之后还一度靠着谎言脱罪 她就是Tracy Richter 被媒体称为最危险的女人 Early镇是一个位于美国爱荷华州的人口不足1000人的小镇 1998年,一对夫妇带着自己的孩子搬到了这个镇上 妻子Tracy美丽大方,谈吐高雅 丈夫Michael是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商人 英俊健壮,事业有成 两儿一女三个孩子也是非常的漂亮可爱 简直是人人羡慕的美好家庭的样板 但是在2001年12月13日的晚上 在这一家人居住的大房子里 突然传出来了一阵激烈的枪声 然后当地的警察局就接到了这一家的女主人Tracy 用沙哑的嗓音打通的报警电话 她说自己家被坏人闯入了 而她为了保护孩子们 拿出了手枪进行了自卫射击 接警之后,警察一点都不敢怠慢 很快就派出了几辆警车 赶到了Tracy的家里 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个分断又惨烈的现场 Tracy带着三个孩子躲在房间的角落 而一名年轻男子身上有枪伤 便朝下趴在地上 已经没有了呼吸和脉搏 而女主人Tracy的脖子上 有一道红色的伤痕 她说自己呼吸困难 然后就被送进了医院 警察在现场对死者进行了检查 证明她就是Tracy家的邻居 一名叫做Dustin的20岁男子 难道她就是Tracy在电话里说的 闯进家里的匪徒吗 带着这个疑问 警察赶到了医院 而医生对Tracy进行了一番检查之后 证明她的身体并无大碍 之后Tracy才在病床上和警察 讲述了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按照她的说法 这一天她的丈夫Michael去了外地出差 晚上她让两个儿子在客厅里看电视 而她则在浴室里给三个孩子当中 年龄最小的女儿洗澡 就在这时她听见了大门打开的声音 当时她以为是丈夫Michael提前回家了 但是紧接着就传来了男孩们的尖叫声 于是她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劲了 她从浴室出来之后 就看见两个陌生的男子闯进了房门 惊恐当中 她把三个孩子全部推进了一个卧室 但是她自己并没有来得及进去 就被这两个匪徒从身后揪住了头发 拉倒在地 Tracy说她感觉这两个人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因为他们并没有询问家里值钱的物品在哪里 而是直接就用一双丝袜勒住了她的脖子 她被勒得昏死了过去 但是她本能地感觉到孩子们有危险 于是她又醒了过来 听见那两个匪徒正在试图撞开 藏着孩子的卧室的房门 于是她就鼓起了勇气 悄悄地爬到了家里锁枪的柜子的旁边 因为她的眼镜在刚才的扭打当中不见了 所以高度近视的她尝试了好几次才打开了密码锁 然后她拿出了两把手枪 一只手拿着一把 对这两个匪徒就疯狂地扣动了扳机 前前后后一共打出了九发子弹 而其中的一名匪徒重弹当场倒地 而另一名落荒而逃 按照Tracy的说法 她绝对是一个为了保护家人 而勇斗歹徒的英雄母亲 而那名被她击毙的名叫Dustin的匪徒 也完全是咎由自取 不过对于Tracy的这种说法 警方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 因为现场的很多细节都显示出 这绝对不仅仅是匪徒闯入 然后护主进行震荡防卫那么简单 首先死者Dustin是一名20岁 性格温顺的宅男 平时的品行也很良好 不像是能够做出这种恶性犯罪的那种人 她就和自己的母亲住在Tracy家的附近 Tracy和丈夫搬来之后 Dustin也经常帮他们做一些家里的杂活 和他们家的关系非常的要好 而Dustin的母亲在看见大批警车到来之后 也来到了Tracy家里 看见了倒在地上死亡的儿子 她不禁放声痛哭 她告诉警察说 当天傍晚Tracy曾经打来电话 说想让Dustin到家里来帮忙修一下电脑 谁知道之后会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呢 而在对Dustin进行了尸检之后 警方心里的疑问就更大了 因为按照Tracy的说法 她手持双枪左右开弓 一共打了九枪 而死者Dustin的身上也确实有九处枪伤 这看起来是能够对应上的 但是要知道Tracy是有高度近视的 她自己也说当时没有了眼镜 她打开枪柜的密码锁都非常的困难 那么她又是怎么能够做到在视力模糊的情况下 手持双枪弹无虚发的把子弹全部都射进了Dustin的身上呢 而且其中有三发子弹是从Dustin的后脑射入的 这完全不是Tracy所说的 他们之间当时所处的位置能够造成的 而且Tracy的证词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她最开始说自己看清了第二名闯入者 还和警方大概描述了一下她的样貌 但是在另一次询问当中 她却说第二个人戴着滑雪面具 她根本就没有看见对方的脸 而警方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之后 也根本就没有发现有第二名闯入者的鞋印 指纹等等的痕迹 换句话说 第二名闯入者似乎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因为有了这些疑点 警方觉得不能够就这么草草的做出震荡防卫的结论 而当时在现场的三个孩子当中 最小的女儿只有一岁 次子只有三岁 还都根本说不清话 只有已经11岁的大儿子Bot能够接受警方的问话 她说当时的情况就和母亲讲的完全一致 Tracy确实是在震荡防卫的情况下杀死Dustin的 但是警方觉得 这个大男孩的语气 似乎是在背诵她母亲的话 不像是一个孩子的语言 所以对她的证词的真实性 警方也采取怀疑的态度 最终因为重重的疑点 警方并没有对这起案子下结论 对外一直都说还在进行更多的调查 不过很快的 Tracy就自己和当地的报纸进行了爆料 而媒体肯定也不能放过这么好的新闻素材 于是很快的 Tracy的英雄母亲的形象 就在一次次的新闻采访和访谈节目里被塑造了起来 而她也因此一口气迎下了自己和前夫之间 深夺大儿子Bot的抚养权的官司 没有错 和现任的丈夫澳大利亚商人Michael Robert结合之前 Tracy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而那名前夫名叫John Pittman三世 而大儿子Bot就是Tracy和John之间生下的孩子 而在赢下了Bot的监护权之后 Tracy更是再次找到了警察说 他觉得Dustin就是被自己的前夫John雇来杀他的 看到这里 大家的心里估计都有个大大的问号 Tracy和这个前夫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轻仇 居然会发展到要闹出人命的地步呢 那么就让我们把时间倒退到他们相遇的那个年代吧 Tracy出生于1966年 从小就是一个美丽聪明 学习成绩很好的女孩 1987年 她以优秀的成绩拿到了奖学金进入了医学院 很快就认识了当时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学长John 事后John回忆说 Tracy可能是仔细调查过了她的爱好 在交往期间 Tracy的种种表现都恰到好处地迎合了John 对灵魂伴侣的各种要求 比如说在知道John很喜欢小动物之后 Tracy就领养了几只小猫小狗做宠物 因此John很快地就深深迷恋上了Tracy 1988年 John大学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成功的整容医生 而他们两人也就正式地结婚了 而结婚之后不久 John就感觉Tracy一点点地发生了变化 似乎和他心目当中女神的形象越来越远 结婚一年之后 住在附近的John的父母亲发现 他们的信用卡不见了 然后就有人盗刷了他们的卡 购买了几千美元的商品 而警方调查的结果都显示 盗刷信用卡的人就是Tracy 面对父母的指责 John真定地站在了妻子这边 这让他和父母还有亲友之间彻底地闹翻了 而之后为了尽快能够还清房贷 给Tracy一个稳定的家庭 John开启了工作狂的模式 他每周工作的时间都长达100多个小时 但是超长的工作时间让夫妻之间巨少离多 逐渐地产生了裂痕 他们开始互相指责 不停地吵架 终于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 Tracy居然拿出了一把手枪 瞄准了撞 撞下的扭头就跑出了房间 随后房间里传来了一声枪响 然后只见Tracy扔下了枪 一脸茫然地走了出来 她说自己刚才试图自杀 但是没有成功 邻居们听见了枪声之后报了警 警察赶到之后 以随意开枪的罪名起诉了Tracy 而最终他被送进了精神医院 进行了六个月的强制治疗 之后夫妻之间的关系似乎缓和了一些 在1990年 他们甚至还生下了儿子Bot 但是孩子的降生也并没有能够挽救这段婚姻 John悲伤地感觉到 Tracy对他的感情彻底地冷淡了下去 而不久之后 John就发现 Tracy居然偷偷地提高了他人寿保险的额度 回想到之前 Tracy曾经拿枪指着他的经历 一股寒意从John的背后升起 他雇佣了一名私家侦探 对妻子展开了调查 很快的 侦探就带回了让John大跌眼镜的结果 因为几十张照片都明确地证明 Tracy已经和很多名男子 都发展出了亲密的关系 伤心极乐的John 还是为了挽救婚姻 做了最后一次尝试 那就是全家搬到了芝加哥 希望能在新的环境里 妻子可以和那些男人断绝关系 他们能够修复感情 而在搬家的过程中 Tracy又做了一件让John伤心的事情 因为他们即将搬入的公寓 是不能够养宠物的 于是Tracy主动地说 由他来负责给他们养的三只狗 和四只猫 来找新的收养家庭 但是最后John却发现 Tracy居然把这些宠物 一口气都卖给了一家动物实验室 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冷漠 所以尽管后来搬到了新的城市 Tracy也确实表现的和John亲密了很多 但是John的心理也是完全不敢放松的 他继续雇佣斯嘉侦探 监视妻子每天的行程 而在几个星期后的一天 在午休的时候 John突然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 让他赶快回家 他有话想要和John说 John接到电话之后并没有多想 甚至还和医院请了假 打算下午的时间都用来陪伴妻子 然后他给斯嘉侦探打了个电话 说明了一下情况 让他下午就不用继续跟踪Tracy了 没想到听了John的话之后 斯嘉侦探立刻就警告他说 千万不能回家 为什么呢 因为John的家是在市中心 而此时斯嘉侦探正在尾随Tracy 发现他已经离开了市区 正在开车往市郊的方向走 在约定的时间里 他是绝对不可能回到家里的 所以John这时候回家的话 等着他的绝对不会是自己的妻子 而很有可能是死神 挂断了侦探的电话之后 John很快就又接到了Tracy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Tracy热情地说 自己已经到家了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John了 听着妻子在电话里 那热情又诱惑的声音 又想到斯嘉侦探之前的话 John出了一身的冷汗 从那天之后他就没有回过家 直接委托律师发起了离婚的官司 在法庭上 Tracy一口咬定 John对三岁的儿子Bot进行过性虐待 但是他并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而这样的律师则发现了Tracy伪造John的签名 购买巨额人寿保险的证据 这场折磨人的官司一直持续到了1996年 虽然John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最终还是Tracy赢得了儿子Bot的抚养权 以及大部分的财产 而且从此以后 John每个月还要支付上千美元的抚养费 而就在离婚之后不久Tracy就带着Bot嫁给了现在的丈夫 澳大利亚商人Michael Roberts Tracy和Michael的相识相爱也是相当有戏剧性的 1996年就在和前夫John正式离婚之前 Tracy就在网络聊天室里认识了Michael 两个人越聊越投机 很快的在Tracy离婚之后 Michael就从澳洲飞行万里来到了美国和他见面 相处了18天之后两个人就火速的结婚了 和当年的John一样 Michael觉得Tracy简直就是最懂自己的女性 是一辈子的灵魂伴侣 不过他之后的经验也和之前的John非常的相像 在结婚之后不久 Tracy就卸下了之前的伪装 开始放飞自我 他不仅继续和众多的男性保持着超友谊的关系 更是在和一些情人分手之后闹上法庭 指责对方性侵自己要求巨额的赔偿 而这些都让第二人丈夫Michael觉得非常的痛苦 因为自己被戴绿帽子的事情 因为这些闹得沸沸扬扬的官司 而被周围的人都知道了 两年的煎熬之后 Michael为了挽救婚姻 也做出了一个和当年的John一样的决定 那就是搬家 于是在1998年 他带着妻子Tracy和妻子Bott 来到了爱荷华州的小镇Earley 来到了这个小镇之后 夫妻俩开始一起经营IT生意 感情似乎也趋于稳定 不久之后 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就降生了 两年之后的2000年 最小的女儿也降生了 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Tracy的前夫John 一直都没有放弃夺回儿子Bott的努力 然后就是很巧的 在2001年底 就在第二次争夺大儿子Bott的官司开庭前不久 Tracy独自在家里照顾孩子的时候 经历了我们这期节目开头的时候 说的那一场惊心动魄的被人闯入家中 然后Tracy奋力反抗射杀匪徒的事情 事后Tracy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英雄母亲 顺理成章地赢得了Bott的抚养权 事后他更是和警方说 他觉得当晚闯入家里的两名匪徒是被人雇佣的 目的就是要除掉他 至于幕后的黑手是谁 他很坚定地说 就是前夫John 不过警方的立场一直很坚定 他们并不相信Tracy的话 至于为什么我们后面再说 先来说说Tracy当时的第二任丈夫Michael 当时出差在外的他得到家里出事的消息之后 立刻就快马加鞭地赶了回来 虽然他对于闯进家里的匪徒 居然是平时和自己像兄弟一样要好的Dustin这一点 非常的震惊 并且表示难以置信 但是对于妻子的说法 他也是没有半分的怀疑 之后甚至还悬赏了一万美元 寻求人们能够提供在妻子口中所说的逃跑的那名匪徒的下落 但是最后也是没有任何的结果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日子也趋于平静 不过很快的 Tracy喜欢到处留情爱好就再次爆发了 一丁丁的绿帽接连地扣到了Michael的头上 夫妻俩再次陷入了反反复复的争吵当中 而Tracy在慎怒当中的种种表现再次震惊了Michael 他会把家里的家具砸得粉碎 还会在墙上踢出一个个的大洞 Michael在惊恐当中 甚至还多次跑到警察局寻求庇护 有一次Tracy在饭里下了药 Michael在吃完之后就晕倒了 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被捆得像个粽子 而Tracy则拿着一个塑料袋站在旁边和他说 准备把塑料袋套在Michael的头上 然后在Michael快要窒息而死之前 他会捅破袋子 这样Michael以后就能够百分之百地相信 Tracy绝对不会害他了 而面对Tracy这轻奇的脑回路 Michael自然是不愿意用生命来实验 在他苦苦的哀求和劝说之下 Tracy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把他解放了出来 重获自由的Michael很快地就离开了这个家 再也没有回去 2004年底 他正式提出了和Tracy的离婚 而在随后的离婚官司里 又是和之前一样的狗血和混乱 Tracy指责Michael是一个暴力男 不停地在婚姻当中虐待他 甚至还虐待孩子们 他甚至还又一次找到了警察 说在2001年底的那一次入室袭击 并不是前夫John指使的 而是Michael指使的 那天Michael去出差 就是为了制造自己不在场的证明 而至于证据嘛 按照Tracy的说法 Michael睡觉的时候有说梦话的习惯 而在睡梦当中 Michael亲口承认了 是自己指使Dustin来杀害Tracy和大儿子Bot的 当然对于他的这个指控 警方觉得完全就是扯淡 终于在三年后的2007年底 这场狗血的离婚官司也落下了帷幕 Tracy再次获得了次子和小女儿的抚养权 而他随后也很快地带着三个孩子和大笔的财产 搬家到了内布拉斯加州 心灰意冷的Michael本来想要 就这么离开美国这个伤心地 回到澳大利亚去 但是又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最后为了能够时不时地探望孩子 他也搬到了Tracy和孩子们生活的城市 而对于这一点 Tracy是相当不爽的 此时他已经正式地改名为Sophia Edwards 操制一口英国口音 准备以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名媛的身份 混进当地的妇人圈 自然是不想让一个知道自己历史的前夫跟在身边的 于是有一天他找到了当地的警方 出示了一张当年被射杀的Dustin的照片 他说这是前夫Michael放进他车里的 为的就是要把他逼疯 但是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根本就没有证据能够支持Tracy的说法 而且Tracy本人到了当地之后 也曾经因为骗取政府福利而被惩罚 所以警察觉得他的话根本不可信 于是情况就此僵持了下来 一边是Tracy带着孩子们 过着开心风光的生活 一边是黯然神伤的Michael 远远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们 说到这里大家心里可能都在想 那个在两次争夺孩子的官司里都起到了巨大影响的Tracy 射杀入室匪徒的案子 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Tracy杀了邻居家的大男孩Dustin 真的是正当防卫吗 对于这种说法 保持最坚定反对态度的就是Dustin的家人 Dustin的母亲说 儿子虽然性格内向不爱说话 但他是一个害羞温柔的人 平时对小动物都不愿意伤害 更别说闯进别人家里犯罪了 而且事发当天是Tracy打电话说 请Dustin去家里修理电脑的 怎么转头儿子就变成了入户抢劫的匪徒了呢 看见警方一直对案件不置可否 媒体又一边倒地支持Tracy的说法 Dustin的父母在极度的悲伤当中离了婚 Dustin的父亲从此以后终日的以泪洗面 终于在一年之后的2002年的感恩节当天 他在儿子的墓碑前自杀身亡 2003年 Dustin的母亲Mona对Tracy提起了民事诉讼 要求法院判处Tracy过失杀人的罪名 并且进行赔偿 但是在2005年 这起诉讼被撤回了 按照Mona事后的说法 这是因为当地的警方找到了她 告诉她警方依然在调查当年那起案件 他们怀疑Dustin的死就是谋杀 而不是Tracy所声称的震荡防卫 为了不妨碍当时的调查 以及以后的起诉 警方希望她能够先撤回这起民事诉讼 所以她才照做了 由此可以看出来 警方从最开始就不相信Tracy所说的那个 勇斗歹徒的故事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现场当时显示出的种种不自然以外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证据 警方对外保密了将近10年 那就是在当时停在案发现场外面的Dustin的车上 他们发现了一本红色封面的笔记本 笔记本上的文字确定是Dustin亲笔书写的 里面她很详细的说自己受到了Tracy的前夫John的委托 要她杀害Tracy和长子Bot 再伪装成自杀的样子 她在笔记里很详细的写出了John的名字 描述了John的样貌 并且还写了很多John的私人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来Dustin对John非常的了解 表面上看 这本笔记很好地佐证了之前Tracy的说法 那就是那起入室商人的案件 就是前夫John为了除掉他而指使的 但是警方却从中间闻到了欲盖弥彰的味道 因为Dustin根本就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为什么突然在这种敏感的事情上 开始想要做记录了呢 是生怕警察抓不到自己吗 而且如果第一任前夫John想要雇凶杀人的话 他是要有多么的脑残才能想到 去雇佣一个戴着眼镜 一看就很瘦弱的宅男呢 再说进行这种事情的时候 正常人肯定是想拼命地隐藏自己的身份 肯定连自己的名字和样貌都会隐藏起来 怎么可能让自己雇佣杀手了解那么多 和自己有关的隐私信息呢 而且警方在调查了Dustin和John的生活轨迹之后也确定 这两个人不可能有任何的联系和交集 所以很明显的 Dustin的笔记本里的文字 都是在故意地陷害John 而唯一能从这个陷害当中获利的 很明显的就只有Tracy 2009年索克县新的检察官上任 立刻就组织人力重开了当年的这起案件 首先他们要弄清楚的就是 Tracy是否知道那个笔记本的存在 因为在Tracy报警之后几分钟 警方就赶到了现场 这本笔记随后就被保管了起来 作为高级秘密 从来不曾对外界公开 所以按理来说 不管是公众还是Tracy 都不应该知道这本笔记的存在 但是警方在询问Tracy的一名闺蜜的时候得知 Tracy这些年里曾经多次和他抱怨说 警方手上拿着那本可以给前夫 John定罪的笔记本 就是不采取行动 简直是气死他了 这就证明Tracy不仅知道笔记本的存在 还很可能参与伪造了笔记上的内容 而法医专家在分析了现场的照片 和Dustin的伤痕之后 也得出了新的结论 那就是Dustin后脑上的三枪 是在他面朝下趴在地上的时候射入的 这已经明显超出了震荡防卫的范围 而是赤裸裸的谋杀了 而且当年Tracy家的大门上 也没有被人破门而入的痕迹 更没有证据证明 Dustin进入房间的时候 手上持有武器 当年的医院的医生也证实 Tracy脖子上的红色伤痕 并不是他当时所声称的 被丝外勒出来的 而更像是多次频繁的摩擦造成的痕迹 根据这些新掌握的证据 警方在2011年逮捕了已经45岁的Tracy 并且以一级谋杀的罪名 对他提起了指控 法庭上 检察官根据掌握的证据 还原了案发的经过 当天傍晚 Tracy打电话约了Dustin到家里来帮忙 这名邻居家的大男孩进门之后 Tracy就拿着手枪威胁着他 在早就准备好的笔记本上 按照他的口述 写下了陷害John的文字 之后他枪杀了Dustin 把笔记本放进了他的车里 然后又伪装了现场之后 再报了警 在警察到来之前 Tracy为了保证Dustin已经死亡了 还对趴在地上的他补了枪 虽然辩护律师让长子Burt 再次站上了证人席 说案发那天晚上 确实发生了强盗闯入的事件 但是最后 陪审团还是选择相信了检方的说法 2011年11月7日 法官宣布Tracy谋杀Dustin的罪名成立 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之后他进行了两次上诉 都以失败告终 但是如果你以为Tracy的故事就此结束了 那么你就太小看他了 在Tracy入狱之后 第二任丈夫Michael就拿回了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他十分想要带着孩子们回澳大利亚 远离美国这个是非之地 但是在给孩子们申请护照的时候 遭到了美国当局的拒绝 因为Tracy在监狱里提出了反对 他说让孩子们去澳大利亚 会损害他这个母亲探视自己子女的权利 但是一方面在阻止Michael带着两个孩子出国的同时 Tracy还和监狱中的一名性犯罪者成为了笔友 而在写给这名罪犯的其中一封信里 他附上了Michael还有两个孩子的照片 甚至还有这父子三人的社会保险号码等等的身份信息 靠着这些信息是很容易找到他们的居住地址的 虽然Tracy声称自己写信只是想和笔友分享自己的家庭生活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他真实的意图是更加黑暗更加丑恶的 最终在2014年Michael在法庭上赢得了两个孩子的独立监护权 并且成功拿到了护照 带着他们回到了澳大利亚 按照他事后的说法 当年他脑子一热就从澳洲跑去了美国见网友 没想到一去就去了18年 自己的一条命都差点留在了美国 现在回到了澳大利亚 希望自己能够过上久违了的平静的生活吧 而至于Tracy的大儿子Bot 他始终坚持说母亲是无辜的 他确实是为了保护家人才开的枪 为了给Tracy翻案 他还在网上发起了签名请愿的活动 不过十年过去了 他最终也只目击到了130个签名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次非常非常地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